欢迎大家来到小学奥数据一反三四年级的课堂 我是宽宽老师 今天呢宽宽老师要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第十周的学习 在上一周呢我们学习了变化规律第一部分 这一周我们继续来学习变化规律 我们这节课呢来学习机和商的变化规律 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在本周知识导航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小的笑话 猴哥跟八戒说两天我给你二十块饼 怎么样呢 八戒说太少了 猴哥说那这样吧 那我就二十天给你两百块饼吧 猪八戒说太好了太好了 这回每天我可以多吃一些了 然后猴哥在后面偷偷的笑 八戒并不明白猴哥在笑什么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小故事 同学们你们知道猴哥为什么要笑吗 那么在除法中商到底有什么规律 有什么变化规律呢 通过这一堂课你就会明白的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小笑话 本来是说两天给二十块饼 对吧那每天是多少 二十除以二等于十块 对吧 后来嘛八戒不满意 猴哥就说那我二十天给你两百块饼 那每天是多少两百除以二十还是十块 那每天八戒其实还是只能吃十块饼 变了没有啊 没有变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 我们来研究一下鸡和商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规律 来看一下这里有几组算式 二乘以三等于六 来红色的都是我发生变化的对吧 首先来看一个乘数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乘数不变 或者说一个因数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因数不变 那么一个因数乘以或者说扩大了两倍 那么它的鸡就扩大两倍 一个因数或者说一个乘数缩小了两倍 另外一个乘数不变 那么它的鸡就缩小两倍 对吧 那么这是第一个乘数发生变化 第二个乘数不变 那么同样的我们让第一个乘数不变 第二个乘数来发生变化来观察一下 第二个乘数扩大两倍 鸡就扩大两倍 第二个乘数缩小三倍 或者说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鸡就缩小三倍 或者说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当然前提是另外一个乘数 或者说因数是不变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总结出鸡的第一个规律 如果一个因数扩大 或者是缩小若干倍 另外一个因数不变 那么它们的鸡也就相应的跟着扩大 或者是缩小同样的倍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两个乘数或说两个因数同时发生改变呢 来 第一个因数乘2 第二个因数除以2 发现鸡不变 第一个因数除以3 第二个因数乘以3 发现鸡也不变 所以根据这一组算式 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二个鸡的规律 如果一个因数扩大若干倍 另一个因数缩小同样的倍数 那么它们的鸡是不发生改变的 那么这是鸡的两个规律 接下来我们来探究一下 鸡的变化规律 来18除以9等于2 我现在除数不变 来看被除数 被除数扩大到两倍 鸡就扩大两倍 被除数缩小两倍 鸡就缩小两倍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果被除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 除数不变 那么它们的伤也扩大 或者是缩小同样的倍数 也就是说在除数不变的情况下 被除数扩大 伤就扩大 被除数缩小 伤就缩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我保持被除数不变 除数 除数 扩大两倍 伤反而缩小了两倍 除数 缩小三倍 伤反而 扩大了三倍 那么我们就可以总结出 它的第二个规律 如果被除数不变的时候 如果除数 扩大若干倍 伤反而缩小同样的倍数 如果除数 缩小若干倍 那么伤反而是扩大同样的倍数 所以说除数 和伤 它的变化规律是相反的 除数扩大 伤就缩小 在被除数不变的情况下 对吧 除数缩小 伤就扩大 它们的变化规律是相反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被除数和除数同时发生改变呢 被除数扩大两倍 除数扩大两倍 伤不变 被除数缩小三倍 除数缩小三倍 伤也不变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伤的第三个规律 被除数和除数都扩大 或者是都缩小相同的倍数 或者是同样的倍数 那么它们的伤不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网牌例题 首先第一个 网牌例题 两数相乘 一个乘数扩大三倍 要是集扩大九倍 另一个乘数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 一个乘数扩大三倍 那么相应的 如果另一个乘数不变的话 它们的集 是扩大了 三倍的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现在要使集扩大九倍 要使集扩大九倍 我还应该在三倍的基础上再怎么样 再扩大 再扩大几倍啊 9除以3等于3 再扩大三倍 再扩大三倍 那另外一个乘数应该怎么变 乘数应该扩大还是应该缩小 乘数应该要扩大 对吧 所以另外一个乘数应该是要扩大三倍 写完整一下啊 另一个乘数 应该要扩大三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巩固练习题 两数相乘 一个乘数缩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 要使集扩大三倍 另一个乘数应该怎样变化 一个乘数缩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 到了这个步骤 我们的集发生了什么变化呀 集也已经缩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要使集扩大三倍 本来集是这么大 现在缩小到六分之一是这样了 我们要使它变得这么大 所以它是扩大还是缩小 扩大 而且是扩得非常的大 对吧 那么应该要扩大到多少倍呢 我们要让它变到原来的三倍 现在它是原来的六分之一 三十六分之一的多少倍 什么法 除法 三除以六分之一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三乘以六 就等于十八 所以另外一个乘数应该是扩大还是缩小 在一个乘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一个乘数扩大 集也跟着扩大 所以另外一个乘数应该是要扩大的 另外一个乘数只有扩大才会带动着集也扩大 另外一个乘数应扩大多少倍 十八倍 好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王牌例题二 两个乘数相乘集是九十六 如果一个乘数缩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 另一个乘数扩大三倍 那么集是多少 那么这个题其实我们有两种方法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集是九十六的例子 例如十二乘以八是九十六 对吧 现在一个乘数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除以四 十二除以四等于三 另外一个乘数扩大到原来的三倍 那就是八乘以三是二十四 三乘以二十四 现在的集是七十二 这是一种方法 我可以举一个特殊的例子 可以的 翻译 那么第二种方法 我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看 两个乘数相乘集是九十六 对吧 一个乘数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如果另一个乘数不变的话 另一个乘数先不动啊 那么现在集发生了什么改变 集也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了 对吧 那么九十六乘以四分之一 那么就是九十六除以四 等于二十四 好 那么接下来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是另一个乘数扩大三倍 现在第一个乘数不变了 那第二个乘数扩大三倍 集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也是扩大了 扩大了几倍啊 扩大了三倍 所以二十四乘以三等于七十二 两种方法都可以的 同样的答案 一种方法是可以举特殊的例子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根据集的变化规律来求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做一个巩固练习题 两数相乘 集是七十 如果一个乘数扩大两倍 另一个乘数缩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 问集是多少 我们用刚才的一般性的方法啊 首先一个乘数扩大两倍 那么集也跟着扩大了两倍 七十乘以二等于140 对吧 接下来这个乘数不动了 另外一个乘数缩小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缩小到五分之一 那么集怎么样 也跟着缩小到五分之一 对吧 缩小到五分之一就是140乘以五分之一 就等于140 除以五就等于28 所以现在的集应该是28 我们根据集的变化规律求的 非常的简单 对吧 那么接下来来看王牌例题三 两数相除 如果被除数缩小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除数扩大两倍 问商将怎样变化 我们首先一步一步的看 被除数缩小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那么商怎么样 商的变化规律和被除数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所以商 缩小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我简写了 然后现在被除数保持不变 除数扩大两倍 除数的变化规律和商的变化规律是相反的 除数扩大 商反而还要继续缩小 对吧 那么商就是缩小两倍 或者说继续缩小至它的二分之一 那么接下来我们发现 商首先呢是缩小至三分之一 后来又缩小了两倍 那么就是三分之一除以二 或者说三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 都可以的 两种式子都可以的 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都是六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商发生了什么变化 商缩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 商缩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 那么其实这种题目我们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分析的 来一句话是一步 先把一步之后商发生了什么变化写出来 然后下一步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写出来 然后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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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来 看来 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